首先多謝Rachel Loan 的支持 但是剛才說的話題本來不應該說那麼久 因為還有其他消息要說 芬蘭的總理出了聲說 一定會堅持跟瑞典共同加入北約 芬蘭的總理當然是阿姐 她堅決一定要跟瑞典共同進退 馬林就去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她跟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 會面後就說兩個國家 上年春天開始申請加入北約 這個旅程一定要像開始的時候 一定攜手並進 她強調芬蘭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約 就符合各方的利益 瑞典較早前發生了針對土耳其的示威活動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之後就說 瑞典不應該指望在加入北約的問題上 獲得土耳其的支持 土耳其原定這個月 跟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舉行一個會談 但是這個會談已經無限期推遲 好了 這件事是有時間去做的 他們當然說沒事 一定可以搞得到 美國可以壓得住那場 其實不是的 土耳其也很麻煩 因為現在土耳其 土耳其會不會被人逐出北約 我是告訴你不會的 因為都要守住戰略位置 北約為什麼要守住戰略位置 就是因為土耳其始終地理上的位置是優越的 橫跨歐亞 土耳其當然是歐洲也不當它是歐洲 土耳其之前也說要入歐盟等 但是歐洲怎會當它是歐洲一部分 也感謝IV充你的支持 我們說的話是現實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坦白說 有些事情你要想多走幾步 一定要講清楚 如果你只是看眼前解決了一個問題 如果會衍生多幾十個問題出來的話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我們一定要堅持說這件事 如果你在這件事上 讓瑞典和芬蘭入北約 那它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最主要就是芬蘭 芬蘭的陸地和俄羅斯的接壤邊境 是很長的 其實是很長的 芬蘭和俄羅斯 有某程度上都是互信的 你說完全沒有信任 其實就不是 一直都是互信的 所以他們的邊境 長期都不會放很多兵 但是芬蘭的謝瑪林 他說要加入北約 其實芬蘭就變成了一個前沿地帶 也是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對於俄羅斯來說 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對於北約來說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但是 很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芬蘭嚴格來說 是歐洲共同事業的一部分 即是他們做的事 根本是跟歐洲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就是 那 回到俄羅斯那裡 那俄羅斯方面 現在當然是 繼續打烏克蘭 那烏克蘭 撐不撐得住 現在烏克蘭他們 就出來說 他說 要跟這個 扎尼斯基 他就跟馮德萊恩聊天 就叫歐盟加大力度 制裁俄羅斯 那這個 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州 蘇梅州 第列伯羅比德羅斯夫斯克州 這些地方 星期四的時候 繼續被俄羅斯射導彈 和無人機攻擊 和無人機攻擊 也多謝STM-1你的支持 東部城市 克拉馬托爾斯克 星期三也被俄軍攻擊 當地官員就說 俄軍的導彈 摧毀了一座住宅大樓 另外有九座住宅大樓受損 襲擊 造成至少三個人死亡 十八人受傷 總統扎連斯基 和到訪基庫的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就談了 扎連斯基 就說俄羅斯 適應制裁的速度 越來越 但是呢 歐盟推出新限制措施的步伐 正在放慢 扎連斯基 呼籲歐盟加大 對俄羅斯的制裁 馮德萊恩就承諾 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 財政、軍事和政治的援助 也會在海牙成立 一個國際中心 處理在 烏克蘭發生的罪行 那行不行 這個真的不知道行不行 Vivian Fang 也多謝你的支持 有些人說輕鬆一點的話題 今天沒有什麼話題是輕鬆的 老實說 有很多事情都有爭議性 另外一件事就是 要說一下 就是 克里米亞那裡 克里米亞那裡 是不知道為什麼發生火災 一個地盤工人宿舍著火 究竟是否 烏克蘭搞的襲擊 不知道 現在很多事情很有趣 在克里米亞發生一些怪事 所以就是 會不會他們自己不小心失火 也有可能 這個是有可能 那它 在哪裡呢 就是 黑海港口城市 這個 塞瓦斯托波爾 附近 兩層高的地盤工人宿舍 禮拜三晚起火 第二天早上救世 死了八個人 兩個人傷 傷者情況穩定 事發的時候 這個宿舍超過一百人入住 死者來自俄羅斯不同的地方 他們建公路 調查人員 就循梭忽造成傷亡的方向 對事件展開刑事調查 最初一看到 咦 好像不太妥 有可能是 烏克難搞的 但是不知道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奇怪的事情 在俄烏雙方的地盤 都是很難搞的 好了 也多謝Vivienne Feng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Sandy Wong就是 神早流流 不想那麼緊 沒辦法了 有些人是 一定是 會對 有些事情是 特別passionate 沒辦法 這個 好了 我們已經盡量 持平多方角度去說 我也要先說 你可能 你說多方角度 我都不喜歡 那我都沒用 現在 有一宗緊急消息 就是 中國間諜氣球 疑似 這就是美國官員說的 國防部追蹤一個疑似中國間諜氣球 聲稱已經透過不同的官方渠道 緊急接觸中方官員 溝通情況的嚴重性 那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就說 一個氣球 幾天前進入了美國領空 美國一直追蹤 包括 載人軍用飛機 進行觀察 他就說 相信這個氣球的目的 就是監視 那 那 美方官員 又聲言 官方高層 曾經考慮 在蒙大拿州 上空 擊落這個氣球 但是 顧及碎片 可能帶來安全風險 呢 就放棄這個做法 那 誰知道這個氣球 是中國的呢 我就打個問號 那 外界關注呢 會不會對這個 布林肯仿華 行程構成影響 現在就是 這個是新消息 哈哈哈哈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大鑊 這個 間諜氣球 就是 為什麼有間諜衛星 就是間諜氣球 是不是 開玩笑 是不是那些人 那些孔明燈搞錯了 哈哈哈哈 間諜氣球 真的 這個真的好笑 什麼 那 那 講一下財經消息 哈哈哈哈 就是 英倫銀行 宣佈加息半厘 那麼 指標利率呢 就是4厘 那麼 08年以來最高 符合市場預期 也都是央行連續 十多加息 不過呢 就是英倫銀行方面呢 他就說那個 利率呢 就很快會見頂的啦 那麼 我就不知道 哈哈 這個真的奇怪 那麼 英倫銀行 也都聲明說 加息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就會越來越大 那麼 有助年底時呢 就是 通脹率呢 就反回大概 百分之四 那麼這個很難的 我是 我是覺得 就是基本上 沒有可能的 那麼 那麼 央行 預計呢 他們那個 就是加息的預測 就會低回一個百分點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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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倫銀行有關應付通脹的言論呢 也都軟化 那麼 那麼 從以往重新有需要的時候 會作出有力回應 變成呢 如果有證據顯示通脹壓力持續呢 就會有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 那麼 這個英倫銀行 估計通脹率在明年 第二季呢 就會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那麼 沒有可能 真是 老實說 真是沒有可能 除非英國出現大面積的衰退 如果這個 這個情況 沒有出現的話 就根本沒有可能 那個通脹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那麼 也都警告呢 就是勞工市場壓力持續 核心通脹呢 也高過預期 也都 為預測大來上行風險 那麼 那麼這個英倫銀行也都估計呢 今年的經濟呢 就會萎縮百分之0.5 那麼 受惠於能源價格下跌呢 較去年11月 預測收縮百分之1.5 就溫和 經濟收縮呢 由原來 估計持續八個季度呢 八個季度呢 就減少到五季 那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是很明白 那 這個中國氣球 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說是作的 其實 他也要說是疑似中國間諜氣球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明白 這個 是否招先那些氣球 放了過去 不小心 我也是不知道 這個真的好笑 這個很奇怪 這個 為什麼會是間諜呢 真的不明白 這個真的好笑 他說中國飛過去 這個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他說不是 日本人都試過 那些氣球炸彈飄了過去 飄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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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如果你由中國飄過去 美國 他會經過幾多地方 你自己想想 就是間諜氣球 你自己想想 為什麼沒有出聲 現在 現在進入了美國 力空才出聲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笑 還有 怎麼被他認到是中國氣球 又寫著 You in China 中國製造 在那個間諜氣球 那裡 神經病 你又沒有打下來 那你怎麼知道 是中國製造 這個真的好笑 想起來就真的好笑 不要緊 回來講講其他財經 美股 也是個別發展的 那 就是 道指 34,000的水平 失而復得 他跌到 33,814點 那麼 收市的時候 是34,053點 跌了39點 跌幅 0.11% 那麼 兩天的聲勢 就收了 哈哈哈哈 那麼 收評也謝謝你的支持 哈哈哈哈 這個就好笑 那 現在 回來講一下這個 蠟子 蠟子厲害 蠟子就 破了12,000點 升破12,000點 升了384點 就是 什麼公司 的股票 有賺呢 就是 Google 沒有公司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是 那些股票是 那還有Amazon 和福特汽車 都是 就是 高收的 哈哈哈哈 那 有些股票 就大鑊了 高通 其實就是 大鑊的一分子 為什麼高通會大鑊呢 昨天其實就解釋過了 因為高通 昨天就做了些什麼 高通 就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 再賣晶片給華為 那就是 大鑊 高通 和 這個 Intel 它沒有辦法再賣晶片給華為 那就是 預計有其他的中國公司 可能都買不到這個晶片 那就是 當然是大鑊 對不對 那 這個 沒有辦法的 多謝 Mailam你的支持 所以這件事 又是 奇怪了 不過 標準普爾 500指數 收市4179點 升了60點 慢到 這個 4萬 不是 4200點 4200點 4200點的關後 五個月新高 升幅是1.47% 那 究竟 今年 是不是 美股真的會很好 我 老實說 我現在都認為不是 不過當然 你說 你看錯市 也有可能 哈哈 但是這幾天都很好 這個情況就是 那 還有歐洲的股市方面 其實這個也是升的 其實 也說一下財經 為什麼 德國DEX指數 升穿15500點 收市率是150509點 升了328點 升幅是2.16% 泛國CAT指數 收市是7166點 升了89點 升幅是1.26% 英國富士100指數 升穿7820點 收市 升了59點 升幅是0.76% 英國 為什麼會升呢 英國呢 有一間公司又破了紀錄 就是 這個 顯學石油 它是 100年以來 最厲害的 盈利 哈哈 哈哈 這間很厲害 但是它跟之前 Voldafone 和 另外一間 我也忘記了 那麼 它的盈利 都比較低一些 但是都是高的 英國公司很久都沒有這麼高的盈利 好了 那 那 那 C.Jojo問這個 標準普爾指數有什麼代表性 這個很有代表性 有很多人呢 買退休基金呢 都是買 S&P500的 這個是有指標性的 這個比 道指更加有指標性 這個Stand and Fu 500的指數 哈哈 哈哈 韓虎就說 過市是倒轉玩的 越差越升 越好越跌 不知道 現在是很麻煩的 那 C.D.Law就說 美國國防隊一個氣球 觸手無策 沒有打下來 又知道中國間諜 真的屈功 最厲害的 環球80天坐氣球 都是間諜 不知道氣球是什麼 老實實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 你說是中國的 我真的打過問號 哈哈 哈哈哈哈 很有可能是淘寶買回來的 那些什麼氣球 然後那些人放上去玩 然後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想是這些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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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可能 會寫著 如果是間諜的話 你沒理由寫中國製造 在間諜氣球那裡 你當然要寫別的國家 你要寫日本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日本就疑似是中國 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個真的 越說越好笑 好笑 那美元指數 也重上回1801 之後未會指數 那麼 高見101.91 那麼 那 現在看看那個 情況下 那麼 那麼 英鎊 雙報了 加息0.5厘之後 就想想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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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對美元 1.0887 那麼 那麼 這個英鎊對美元 就1.223 那麼 那麼 英倫銀行呢 就現在說了 就是那些鎊派一點的東西 那那個綁應該會 就是向下的 其實就 那 哈哈 那麼最重要 最關注就是那個 日圓 哈哈 現在我立刻看那個日圓 這個 因為呢 要立刻按 那個日圓的話 現在呢 是128.7日圓 這個真的 那麼 那麼 那 那 這麼 那 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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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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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是 真的 還要是 這個 好笑 那麼 那麼 那 還有 Amazon上季盈利3亿美金 低于前年同期的143亿 按年暴跌98% 亏损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搞电动车 电动车投入一间叫Rivion的普通股 这个税前股值亏损是23亿 前年同期投资路德 税前估计的盈利是118亿 现在Amazon每股经调整的盈利 就是去到三尾先 前年第四季就是1.9美元 上季剩下跌了9% 为什么今年会差呢? 其实我预认了 因为做外贸的人跟我们说的单单就算拿回 那些价价也不好 现在就是上季剩下跌了9% 跌了1492亿 北美业务是13亿 934亿 业务跌了8% 这个与美元的汇价也有关系的 去到345亿美元 AWS的云端务收入升了20% 214亿美元 增速就不够预期那么好 那集团就预计未来几季 云服务的增速就会放缓 那这个就是 和合作的优化成本是有关的 那亚马逊也预计 这个季度的销售 就是1,210亿到1,260亿 那按年增长就是4%到8% 那市场预测中值就是1,255亿 那经营利润就是0至40亿美元 那就是低于预期 那上年的首季就是37亿 那今季指标就是比预期 那云服务的前景也有问题 那亚马逊在美股收市时段之后 急错了7% 那教育就收窄了 那去到5% 那也是差的了 其实 现在很多不好的消息 是涌出来的 Alphabet 也是Google 公司 上过又是虽过预期 盈利了34% 去到6.2亿美元 那每股经调证的盈利 就是1.05美元 那低于预期的1.08元 那收入就升了1% 去到760亿5千万 但是也是低于预期 那通胀和利率上升 就引发消费者支出减少了 那广告商也都缩减投放 就包括在搜寻器和YouTube在内的Google 广告收入就跌了4% 去到590亿4千万 那Google 最大件事就是YouTube 为什么会被人封号 是不是跟他们的广告收入暴跌有关 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广告收入就跌了8% 去到79.6亿5千万 也是低于预期 Google的云收入就升了32% 去到73亿2千万 这个增速是很慢的 Alphabet在美股 Google的交易时段也是错了6% 那就是在早前刚刚看到的价钱跌了4% 所以都是大闹 那汪路就说 叫阿肖出来做个节目 看淡股市就可以红市了 那我不知道 行不行 其实他也说是好的 有一件事他年初就说了 他说2023一定比2022一定好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究竟是怎样打个问号 哈哈哈 这个真是好搞事 那苹果也是 喂 真是大件事 上季的盈利300亿 按年跌13% 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 就跌到1.88 这些消息都是要知道的 其实就是不太好 那上季收入虽过预期 按年跌5% 就是1,171亿5千万 除了iPad之外 各类产品销售都是跌的 强美元也损害了苹果的销售 但是影响就低于原先的估计 大中华地区跌了7% 去到239亿 疫情拖累iPhone的销售 路透社也引述了 就是Tim Cook 说 内地封控措施影响期内的生产 但是生产已经恢复了 那在内地重新开放 需求和店铺的人流也都回升 这个可能是够苹果一命 那上季iPhone销售 就跌了8% 去到658亿美元 Mac机销售暴跌29% 去到77亿美元 那穿戴设备销售 跌了8% 去到135亿 全部都比预期 iPad销售就升了30% 去到94亿美元 App Store Apple TV这些服务 收入也是升了6% 去到208亿美元 都是比预期高的 这个在美史记忆时段 结束之后 也是跌了4%以上 那现在就跌了3%左右 可能他们现在都会好一点 那我就觉得很难好 其实今年真的是 好了 讲到这里 其实都差不多了 这些消息要讲的 都差不多讲完了 那休息一会 回来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先 请文字幕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